同学们好 我们继续讲课 接下来看到第七页的2.5 第七页的2.5 关于函数图形的G偶性与对称性 你看我们前面才介绍完 G偶性 G偶性你看 G函数关于什么 远点对称 偶函数关于外轴对称 那这里的G偶性对称性 它是教会你什么 就以后我们涉及到图形啊 涉及到曲面或者空间的三维立体的时候 你需要快速能判定出来 这个图形关于哪条线 或者关于哪个面对称的问题 所以这个话题啊 尤其对谁来讲 数学同学 你更要允许你的关注 那我们就把 以后我们见到图形的对称性 统一跟你组织出来了 所以这点还是很有用的 这点很有用 你看我们在第八页 那个第一个表格这里 所以你辨量替换用负X代替X 那对称是关于什么 Y对称 就用负X替代了X Y不动 那不是关于Y对称吗 如果你负Y代替Y 对不对 X不动 那关于X对称 对不对 用负X代替X 用负Y代替Y的话 你函数表达还是一样的 那这个曲线呢 它就关于什么 远点对称 你看没有 刚才是不是减了这几种情况呢 你看如果用负X代替什么 X 用负Y代替Y 用负Y代替Y 得到的函数表达算是一样的话 你说那怎么可能有这样函数 那怎么没有呢 比如说各位Y等于X立方 你用负X代替X 那变成负X括号立方 用负Y代替Y 我问你负Y等于负X括号立方 不就是Y等于X立方吗 所以这个曲线关于就关于哪里 关于原点对称 关于原点对称 它就关于原点对称 那如果X与Y互换呢 X与Y互换以后 函数曲线是一样的 对不对 X与Y互换 你比如说X称Y等于 你把X改成Y Y改成X 一样的嘛 X称Y等于与Y称X等于 是不是同个曲线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讲 它关于Y等于X对称 它可以关于Y等于X对称 这里在后续的学习里面 哪里会要用到它 在重积分计算 比如二重积分 对不对 你二重积分 我给你积分区域的曲线 你把它划算以后 你可以快速判定出来什么 它到底关于Y等于X对称 还是关于原点对称 还是仅仅关于X对称 仅仅关于Y对称 听到没有 这个作用功能在哪里 就在高速下车 重积分的计算里面 这是我们 我们的基础课程 会给你提这点 好了 这个呢你说 你说这个先对来简 比较简单点 那哪里先对来简 就不要费尽点 在第八页 这个第二个小标题这里 叫空间作标系 表示的函数图形 那各位 这个表格 你就需要记住了 我们提前讲一讲 以奥元函数为例子 它几何背景代表什么 代表空间的一张曲面 各位这个代表一个曲面 那曲面是三维力挺 到处画出来 那很多同学 很多同学就分辨不清楚 很多同学就分辨不清楚了 尤其我们考树仪的 你都离不开这个话题 所以呢 这个变量代换 然后呢 你关于平面 或者是关于 哪一条线对称 我们现在是研究这个话题 那你只需要把这个结论 记住就可以了 如果你曲线 你会发现什么 用什么 负质代替谁 代替质的话 不变 整个曲面 这个曲面 整个函数 表达是不变 我们就可以讲 你用负质代替质的话 它关于XO外面对称 你关于XO外面对称 那同样道理 举一反三 如果用负Y代替Y 得到的表达是不变 你得到表达是不变 它就关于哪里 XO外面对称 你用负X代替X 得到的表达是不变 整个这个曲面 关于哪里对称 YO外面对称 它就关于YO外面对称 如果你用负X代替X 用负Y代替Y 分别去代替XY 得到的表达是不变 那么你这个曲面 就关于这一组对称 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Z等于多少 X方加Y方 这是二元函数 它代表几何背景 代表一张曲面 那这个曲面看 你用我们理 你用X用负X代 Y用负Y代 负X处的平方 加上负Y的平方 是不是和原来 X方加Y方是一样的 所以的确你画出来 会发现什么 这个我们学到高速下车 到时候会捡到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旋转抛物面 你看没有 这个三维立体图 这个曲面能看出来吗 这个曲面是不是关于什么 Z轴对称 它关于Z轴对称 那同样的 局反三 局反三 如果你用负X负Z 替代了X和Z 函数表达式不变 关于哪里 Y轴对称 关于Y轴对称 对不对 你用负Y 负Z 去替代YZ 得到的表达式不变 整个曲面关于X轴对称 关于X轴对称 所以这个 还是希望你掌握下来的 所以有年 比如说跟你举个例子 有年数学同学 他求成一个曲面方程出来 这曲面方程 是X方加Y方 等于2Z方 减2Z加1 这是一个曲面吧 你可以把它看成二元隐含数了 对不对 一个这样的曲面 那这个曲面 你图形是画不出来吧 而出题老师问你什么 各位他请你求出什么 第一问 请你把这个曲面方程求出来 这个曲面方程求出来 他第二问问你 这个曲面方程 你把它求出来以后 请你求他什么 请你求他的行星坐标 请你求他行星坐标 很多同学根本就不会动笔 当然这个点我们还没有复习到 你现在你可能不懂 什么叫行星坐标 什么叫行星坐标 很简单的道理 就是我们简单这么理解 就是一个平面体 或者一个三维立体 它几何中心 对不对 比如说我给你一个圆 圆的行星在哪里 圆星 我给你一个椭圆 椭圆的行星在哪里 也是那个椭圆的中心点 我给你一个禅方形正方形 我告诉你 来平面图 这个禅方形正方形 它几何中心在哪里 在对角性的焦点 那几何中心 叫行星坐标 那你想想 我现在一个三维立体图 一个曲面趴在你这里 我问你这个形成这个立体 几何中心在哪里呢 当然考谁啊 考数学同学 那么求行星坐标 是有公式的 但是你首先需要什么 你首先要 需要对这个曲面有所了解 首先对这个曲面有所了解 了解什么呢 你有没有发现 它是否符合这句话 我用-x代替x 用-y代替y 得到的函数表 是什么不变的 对不对 我用-x代替x 用-y代替y 我得到表达四十不变的 你得到的表达四十不变 同学可以怎么理解 这个曲面关于哪里对称 用-x代替x -y代替y 得到表达四十不变 它是关于这一组对称的 你既然关于 你想想一个三维立体图 能想象出来吗 一个三维立体图 你关于这一组对称 那你在x方向 y方向的中心点在哪里呢 所以估计你现在有点不懂 x8等0 y8等0 你一会就要发现 很多同学数学同学 丹林考这个题 根本不会写x8等0 y8等0 x8 y8 代表你这个三维立体 你这个曲面的几何中心点 在x方向上的坐标 等于多少 y方向坐标等于多少 在x8 y8是不用算的 这个时候x8 y8是不用计算的 很少有同学在考三里面 懂得写x8 y8 那追其原因是什么 追其原因 并不是行星坐标攻速不会背 我们可以怎么理解 是这个曲面啊 这个对称性就搞不懂 你这个曲面的对称性就搞不懂 听到没 这个曲面的对称性搞不懂 你给你一个图形 你怎么知道 它关于这一组对称呢 那带来了 你可能现在听到这里 你说我 那我现在听懂了 你这个曲面关于z的对称 我也不知道x8为啥等于 y8为啥等于 那是后话 那你等复习到高速下车 那到时就会懂 听到没有 但我今天提前用了一下 对不对 我不告诉你会考试这样题 我如果不介绍一下这样的背景 你就不清楚 为什么第81写断这个话 我第81写断这个话 所有的参考书 行业里面的对不对 没有个老师基础教材 会你写这种话 对不对 那你这个介绍中学数学的内容 你讲到函数既有性 函数既有性 函数既函数关于原来对称 偶函数关于外对称 我当然可以把这个问题 给你衍生出来了 以后如何判定一个曲面 关于哪里对称 然后就在第8页这个表格这里 听基金说明 这才叫基础班 需要介绍东西 基础就是后面做铺垫嘛 你必须要掌握它 你这不没有学会 后面很多东西进行不下去 我们把这个叫基础 好 讲到这里 好了 那各位考点三 掌握基本初等函数的性质 去图形 那这里有个定义 3.1 3.1 有个叫基本初等函数 各位基本初等函数 包含哪些呢 就包含以后 叫基本初等函数 包含哪几种 3.1.1 看吗 定义 禅数函数 指数函数 3.1.4 对数函数 3.1.5 三角函数 看到没有 3.1.6 反三角函数 就这么六种 这六种就叫 基本初等函数 而对这个基本初等函数 我们复习把握知道什么点呢 就两个指 你要绘画它的图形 你要绘画它的图形 听到没 你要绘画它的图形 有同学讲 为什么要画它的图形呢 我给你举个最最简单的例子 各位 你比如说 y等于多少 二个tengents 一个反正确函数 反正确函数 如果你连它的图形都不会画 如果你连图形不会画 它图形是不是这么画 这里是正的二分子 这里是多少 负的二分子 你把它图画出来 各位 我们就懂一些最最基本道理 懂一些怎样最基本道理 x 曲线 正无穷的时候 二个tengents 极限等于多少 等于二分子半 而在x 曲线 负无穷的时候 二个tengents 大等于负二分子半 所以我们后面讲求极限的时候 会介绍到 请问你反正确函数 二个tengents 在x 曲线 无穷大的时候 它的极限等于多少 大 极限不存在 因为你要分正无穷 以及分负无穷 正无穷等正二分子半 负穷等于负二分子半 听懂没有 正无穷等正二分子半 负穷等于负二分子半 而我们这正负二分子半 就成为第二部分 所学的一个概念 叫水平静静性 你连图形都不会画 对不对 你这图形会画 摆在你面前 这就叫水平静静性 什么叫水平静静性 就看你在x 曲线 无穷大的时候 函数的走线 对不对 在x 曲线正无穷的时候 我记性等于多少 二分子半 所以Y等二分子半 为你的一条水平静性 同样道理 Y等于负二分子半 也为你的一条水平静静性 要不要会画它图 要 同学你有想过吗 如果你连 Y等于多少 2个3x 你看没有 咱们课本写 在多少页 反三角函数 12页 各位12页 如果你连一个 2个3x图形 都不会画 对吧 对吧 2个3x 就图现一画 这里取负1 这里取1 这里取多少负的2分子半 这里取多少正的2分子半 你看没有 各位你想过没有 如果你连这个图现都不会画 如果你连这个图现都不会画 那我问你 你复习到高速下车 你复习到高速下车 我来计算某一个重积分 我来计算某一个重积分 这个积分去D 其中有一条曲线 就是Y等2个3x 那你连Y等2个3x 你图形都不会画 这个题根本就无法动别 这跟高速下车有什么关系呢 这叫基础 能赞同我的观点吗 所以你要会画它的图现 各位你要会画它图现 这几个反三角函数 听到没有 好 那对于这个三角函数呢 我们课本上的3.1.5 这个三角函数 什么sine cosine tangent cote tangent sec cosec 六种 你要掌握什么 同学说我要画它的图 你比如说三角函数 同学讲 第一个三角函数 Y等于sens 有同学告诉我 哎呀我要画它图 我拉倒吧 这个不用你画图 谁都会画 你考验学生这个图形不会画 你学啥 考它数学的 对不对 比如说来0到2排 一个周期里面图形 各位 关于三角函数 哎呀关于三角函数这里 并不是问你 它的图现你会不会画 我们才不计较 它图现会不会画呢 这里反而计较什么 那问题在这里 你看又是你的盲点 我告诉你 你检面色课的时候 无论在哪层次检 基本上反应一样的 都没有三 不到三分之一 同学会回答接下来问题 哪个问题呢 我现在跟你画两条线 一个红颜色 一个蓝颜色 听了没 这个点是x1 这个点是x2 这个是y嘛 那这里是x3 这里变多少 x4 各位请问 你请你使用反三角函数 把x1x2x3x4 这四个点 用反三角函数来描述 这里叫基本功 你一定要会讲 我首先回答你 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点学会 你看同期期版 他会把这个话写出来吗 他不写 那这样考研复习 你就必须把这个问题搞懂 那为什么要把它搞懂呢 你说我这点 学不会 不懂 就会影响后面做题吗 会 会影响后面做两道题 复习到高速下车 重积分交换积分次序 你连这个不会讲 你交换 你交换完以后 改为先对x7后对y7 你先对x7 你图一画 x1x2不会讲 你有啥用吗 概率统计 后面我们有 绝大部分同学要复习概率统计 我们有道题 这x幅从均匀分布 你忘记了先告诉你 我们的基础是为后面做铺垫的 所以你听好 我们的基础课并不是哄哄你 把些最最基本的东西念一遍 照到书念一遍 结束了 那个你听完没用的 那有个新的随机变了 y等于3x 各位请你去求 y的概率密度函数 我告诉你 到时候这道题不会做 可能并不是你概率没学好 是来源一个最最基本功 你不会用反三角函数来描述 好了 那这几个点怎么讲呢 我来缓冲一下你好吗 缓冲一下你 各位你这么想 假如3x等于1 2分之1 来个y特殊值 假如3x等2分之1 各位那我问你x是不是有两个取值 你3x等2分之1 x是不是有两个取值 x可以等于多少 是不是等于30度 你看我都不敢讲六分之派 怕你反应不出来 看吧 是不是30度 第一线线吧 x2第二线线 多少度 3x多少度等2分之1 达150度 没问题吧 是120还是150呢 是不是150 150等会可以怎么翻译 是不是180度减去30度 看到没 好那我问你 3x等于负2分之1 3x等于负2分之1 所以在哪两线线 它是负的 是不是第三线线和第四线线 所以比如说蓝颜色的外 你现在可以把它显现成是负2分之1 我现在问你3x等于负2分之1 那这个x3x4取多少 x3x4取多少 第三线线 多少度等于负2分之1 是不是三线210度 是180度加30吗 所以x3等于多少 是不是等于210度 210度 是不是可以这么翻译 180度加30度 第三线线 那第四线线 第四线线 谁等于负2分之1呢 剩意呢 是不是330啊 330度不就等于负2分之1吗 所以等于330度 各位330度怎么翻译 是不是360 减去30度 看到没有 这不360 减去30度 这个有了以后 你再把这个2分之1 再把这个负2分之1 用y来翻译 用y来改 所以别人现在问你 现在问你什么 来3x等于y 这个时候y是正的 3x出来等于正的 有几个曲子 几个曲子 两个第一线线 第二线线 x1可以取多少 x1是不是等于2x3y x1 是不是可以等于2x3y 见了没 x1等于2x3y 而x2呢 你就把这2x3y 理解成6分之π30度啊 那x2怎么解 x2是不是就π-2x3y x2是不是就写成π-2x3y 好了 继续来 如果3x等于y y现在变成个负数 3x等于y y是个负数 那这x是不是在第三线线 和第四线线走 三四两个线线 在三四两个线线 那么我问你x3等于多少 同学们学它吗 那就π加上2x3y 我告诉你错了 各位这样写就错了 为什么 因为你第三线线的 这里的三四等于y y已经是负数嘛 对不对 你第三线线的三四等于y y不就负数嘛 你是2个线线负的多少 你π加上2个线线负的多少 是等于185减去多少度 那它到不了第三线线去 所以 第三线线x3 怎么写呢 照样写π- x3照样写成π-2个3y 照样写成π-2个3y 你说那与x2一样了吗 表面看起来一样 寒一变 因为在第二线线的 2个3y本身是个正的 你这么想吗 2个3y类比成30度 180度减30度 150在第二线线 而在第三线线 2个3y本来是负的 2个3y负二分之一 它是负30度 只有180度减去负了30度 才等于200一跑到第三线线 才跑到第三线线 听懂没 而在最后的x4呢 那就等于2π加2个3y 对吧 什么来2π加2个3y呢 因为2个3y本来是什么 负的 2个3y本来是负的 你是负的 360度减去负的 不就跑到第四线线去了吗 所以这几个点要会讲 听懂没有 这几个点要会讲 这个请你做下笔记 三架函数 你要学到这里 这个会了以后 那我就不清楚 屏幕前的同学基础怎么样 你看 所以这个写的很细 把sine cos tan 缠缠 真的 你连不知道六分之派 等于多少 三一六分之派 不知道等于多少 四分之派 不清楚等于多少 你放心 总是有这样同学的 那明天就有那种零基础 看吧 大学从来没有学过 数学这门课 重新考验 那怎么办 怎么需要有本 这样基础教材 那对我们绝大部分同学来讲呢 在11页怎么样 三角函数有 经常有下列 公顺 你需要记下来 三角函数 你有一堆重要的公式 看看 三角函数有堆重要的公式 你比如说来 sine x tan x sec x 正个函数 这里对应的 对吧 这中学内容 中间是1 首先怎么样 是不是有三个倒三角 是不是有三个倒三角 倒三角怎么讲 底边平方和 等于顶点的平方 所以我们就很熟悉的地方在哪里 sine x方加水 cos x方 等于1 对不对 我们有一加上什么 tan x方 等于多少 等于sec x方 我们还有什么 1加上什么 co tan x方 前面有道题证明 介绍性是不是用过的 我们前面是不是用了个 sec x方 减 tan x方等于 这公式单来会 我们后面 求积分换言法 建造根号 建造根号 a方加s方 令x能 a倍 tan t 为啥呢 就是利用了 1加 tan x方 等于sec x方 三角带坏 对不对 而这三条对角线呢 三条对角线什么关系 什么互为倒数 所以三一的倒数 鱼隔 鱼弦的倒数 正隔 正气的倒数 鱼 鱼切 对不对 三条对角线 相乘等一 对吧 这个六边形在这里 有一大堆公式呢 所以书上写的很纤细 那还有几个奥倍角 是密件密公式 看吧 奥倍角 什么sin 2x 等于两倍sin x cos x 对吧 cos 2x 你cos 2x 等于什么 是不是等于cos x方 减去sin x方 你在利用sin方 加cos方等于 我们可以写什么 你减去两倍的 sin x方 可以写多少 两倍的cos x方 减移 从左边到右边 深密 右边到左侧 渐密 对不对 公式有用吗 当然有用 一个最最简单的题 以后来你计算 sin x平方的元元素 你怎么计算 平方渐密 渐下来 那首先要写成多少 二分之多少 一减去cos 2x dx 这个题材可以做 还有公式要学会 哪些公式呢 记得吗 万能公式呢 蒋面书课的时候提到 很多东西都反映不出来 万能公式 什么叫万能公式 你就令个什么 令个t等于多少 令个t等于tan加2分之x 你令t等于tan加2分之x 各位 我就得到sin x等于多少 等于2t比上多少 一加t方 我就得到cos等于多少 一减t方比上什么 一加t方 我们就得到什么 tan 等于什么 等于2t比上一减t方 我们通过这里还可以反解 x等于多少 两倍的arc tan加2t 我们未来求导求微分 一加上t平方分之2倍的dt 这种万能公式学会 只要把tan加2分之x 看成t以后 那我的sinx cos tan加2x都可以用t来表示 你说学他有啥用 未来的各位 求圆安数 练不定积分的时候 一加水 sin x加水 cos x分之1 dx 这题怎么做 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你对不对 你这个分母 是一加sin x加cos x 那怎么办 老老实说把这种公式带进来 令t等探见2分之x 然后把sin x cos x 都用t带进去 转变成有理函数几分 转变成有理函数几分 这从哪里冒出来的 这个万能公式不就通过下面 我们11页倒数那里第5组 通过sin alpha加减 beta cos alpha加减 beta tan减 alpha加减 beta 推出来了 对不对 你看你tan减的 alpha加减 beta 等于什么 是不是等于tan减 alpha 加减tan减 beta 除以1 什么 减加tan减 alpha 乘以tan减 beta 什么来的吗 对不对 所以你怎么写呢 你看 你如果beta等于alpha beta等于alpha 那不就tan减 alpha吗 那于是写成多少 两倍的tan减 alpha 比上1减去 tan减 alpha的平方 听到没 所以如果你令了tan减 alpha等于t 你令了tan减 alpha等于t的话 那tan减 alpha不就等于两 奥倍的t比上1减 t方吗 当然了 tan减 alpha加减 beta会了 那三一 alpha加减 beta 你要会 cos alpha加减 beta 那肯定要会 一个考研学生 这点最基本东西不懂 那肯定不现化 听到没有 好了 那从11月开始的 这个第6点 核差化基 以及激化核差 你可以选择性的去背 这个用的机会不太多 看你单减高考 在哪儿省份考的 有同学是背过 有同学没背过 那用的概率大吗 不大 用的概率不太大 但最好 你也把它了解一下 对不对 什么tan alpha加 tan beta tan alpha减 tan beta cos alpha加 cos beta cos alpha减 cos beta 核差化基 那反回来呢 激化核差 那可以自己推倒 可以自己推倒 看到没 好了 那最后再给你提句 像这个13页这里 看到没有 在13页这里 我们写了有段话 怎么讲 叫反三角函数 有下列常用公式 比如说 arx3x加上 arcos等二分之派 arx10x加上 arx10x等二分之派 看到没有 你arx3x等于x 两次 对不对 你开始是3x 然后再来个arx3 就回来了 那前面这两个 反三角函数 加摘起 为什么等于二分之派呢 这个你可不要误会 你说我初中就学过 你初中没有学过 无所谓 我们后面 会把它放到 中式定理里面 拉格兰的中式定理 它的应用里面 会提到 严格证明 为什么arx10x 加上arx10x等于 二分之派 可以把它看成 拉格兰的中式定理的应用 函数很等身的证明 好吧 这就关于这个考点 叫基本初等函数 对你的要求 标准尺度 介绍到这里 有了这个以后 那我们就可以学什么 3.2 学3.2.1 初等函数 我们就可以学 初等函数的定理 什么叫初等函数呢 就一句话 由基本初等函数 经过有限式的 四值运算 和有限式的 符合运算得到的 并且能够用 同一个表的式来 表示的函数 就叫初等函数 作为一个简单了解 你不用硬去背这个东西 对不对 我们这门课又不考 明实解释 他不可能考你 前空题来初等函数 冒号同学请你讲 那你要背 由基本初等函数 经过有限式的什么 四值运算 有限式的符合 能够用同一个表的式来描述的函数 就叫初等函数 我们这门课研究的就叫初等函数 我们这门课研究的就叫初等函数 那如果正要在这里面再细抠下去 我们有一个这样问题 说别人问你 那分段函数 属不属于初等函数 那分段函数 属不属于初等函数 我们在这个定义3.2.1这里面 我们就写了一句这句话 分段函数不一定是初等函数 因为有的分段函数可以用同一个表的式来写 而有的分段函数呢 它是为了更加确定函数关系 你是写不了同一个等式的 用不了一个等式来描述的 对吧 你说为什么有的分段函数 可以是初等函数呢 我们课本上是不是有个例子 你说y等于多少 x2减x 0小等于x小等于1 x大1小于等 小于等于2 对不对 这个叫分段函数 表面上看起来有两个表的式吗 我们初等函数定义是什么 要用同一个式来描述 我们可以把这个写成什么 y等于多少 1减去x减1的平方 x在哪里 在0到2 那这不就是初等函数了吗 对不对 这不就是初等函数了吗 你表面看起来有两段 对不对 我可以用同一个式来描述 所以它还是属于初等函数 但是有些分段函数 你就用不了一个表式来描述 用不了同一个式来描述 对不对 比如说哪个符号函数 哦 符号函数 比如说什么函数 取整函数 一个这样的符号函数 一个这样的取整函数 你就用不了同一个表的式来描述它 好了 提到这里 提到这里 两个符号函数 对不对 decl Więc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